万万没想到 都已经2023年了 大S与汪小飞离婚一事 还有内幕曝光 就在近日 大S与汪小飞被曝 因为孩子的事情再次闹出纠纷 媒体指出 大S觉得汪小飞半个月去看一次孩子太平凡 要求法院限制她看孩子的次数 不过 此事很快遭到了大S方的否认 工作室也发文表示从未说过这些话 试图以此平息外界的争议 事情发展至此 本以为又是双方精心策划的一场炒作 没成想 却在这时 有网友顺藤摸瓜发现了一个津贴秘密 据网友晒照显示 大S曾在社交平台上通过小号晒出过自拍美照 评论区中小S的留言 证明了账号的归属正是大S 在此基础上 我们已知大S与汪小飞 是在2021年11月22日正式离婚 但问题恰恰在于 该网友发现 大S的小号早在7月份开始 就已经在剧俊叶评论区中出现过 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大S也频繁给剧俊叶的心动态留言 除了各种爱心等明显示爱的表情之外 两人之间还有过公开互动 这番爆料出现后迅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毕竟大家都记得 当初大S与剧俊叶宣布结婚消息的时候 亲口表示是离婚之后才有的联系 故此 也完全可以判断 当初大S和剧俊叶不仅双双撒了谎 更是实锤大S是在婚内与剧俊叶展开联系的 而且故事发生到这儿还不算结束 很快 该网友又发现 就在大S当时与剧俊叶联系后不久 剧俊叶本人突然在自己手臂纹了一条笼 并配纹二号纹身 余生不能放弃 很巧的是 1976年10月6日出生在台湾的大S 生肖正好也属龙 尽管以上这些爆料 不能说明一些实责性的内容 但从某方面来说 至少也说明大S和剧俊叶之间的感情 似乎并不像表面上说的这么美好 纯真 故此几乎是一瞬间 网友的评价一边倒地呈现在了大S的对立面 有趣的是 当网友们就此时热议不断的时候 另一位当事人汪小飞果然又出现了 今天早些时候 汪小飞突然发文维护前妻 她表示 大S是她两个孩子的母亲 也是她的前妻 不能被大家说成这样 通过十多年的相处 她也清楚地知道 大S是个好人 最后她还呼吁媒体 不要再关注两人 汪小飞的这番发言 时间线上来说 明显就是针对了此事 看起来她也具备优秀前任的责任感 但尴尬的点又在于 汪小飞随后又秒删了这条微博 装作一切都没有发声似的 惹得网友们又忍不住揣测汪小飞此举的意义 不少人都说汪小飞是不是有受虐倾向 大S都对她那么不好了 为什么她还继续为大S说话开脱呢 难道这是在向大S讨好吗 因为之前汪小飞和张颖颖在一起的时候 汪小飞也是不断地被骂 但是汪小飞依旧是向张颖颖求复合 难道汪小飞真的是有受虐倾向 其实事情并非网友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在汪小飞发完博文之后 虽然已经秒删了 但是汪小飞绝对知道 这条微博也是会被网友们截屏的 事情照样会发酵 并且会让这件事情持续登上热搜 无疑是给大S婚内出轨这件事火上浇油 推波助澜了一把 对此不少网友们都表示 汪小飞这也算是聪明了一把 终于无声声有声了 一边是自己做了顺水人情 让大S知道自己还在为他说话 为他好 一边有染这件事情发酵 在网络上更加地传播开来 汪小飞可谓是一举两得 不过相比较汪小飞发文的用意 外界明显更关心大S与聚俊叶两 人是不是真如外界所猜测的 这般用心良苦 尤其是大S 曾经的她 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 可随着一次又一次谎言被拆穿 如今的她 不仅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更是连最后的遮羞布 都被她自己扯下来了 大S有多爱 撒谎 就拿她生孩子这件事来说 早些年大S上节目 自暴为了求子 试过很多方法 甚至她还在婆婆张岚的建议下 把自己多年 吃素的习惯改成了吃婚式 大概是因为怀孕这件事 让她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她就说自己坚决只生一胎 生两个就是违反天意 但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大S不仅生了两个 还真生过三胎 可惜最后流产了 可能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人设 从这时开始 大S还直接改口 从一开始不生或只生一胎 到现在一定要多生 然而 她有时候好像又容易忘记自己说过什么话 因为她之后上节目的时候 又开始劝别人不要生 前后说的话特别矛盾 除了生孩子这件事之外 大S每次秀恩爱也很尴尬 比如之前最著名的包虾论 她在节目中惊讶服人爱给江洪杰包虾 随后她表示 自己从来不包虾 要吃虾的话 一定是爸爸或者老公帮忙包 然而 大S这话刚说完 就被网友扒出她 早年间说过自己不吃虾 但很爱包虾给别人吃 有一次 大S在采访时自称汪小飞很爱她 瞒着她偷偷准备了百人宴会 还把她的亲朋好友都叫来 让她很尴尬 没想到 坐在旁边的汪小飞 很耿直地拆穿她 说其实只有二到三十人而已 早年上 康熙来了这个时候 大S炫耀汪小飞 为了给自己庆生 特意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派对 但她明明知道 就故意不去 大S此局 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有多被宠爱 但实际上 汪小飞下一秒就否认 说她其实到了现场 也是同一期康熙 大S说自己和韩庚言吻戏 汪小飞叹般吃醋 想看又赌气不看 结果又被汪小飞现场打脸 说自己那天太冷了 一直待在化妆间 没出去过 大S上美妆节目时 说自己从没有掌斗的烦恼 但在早年自己写的《美容大王》里 有说过战斗方法 而且在拍摄《流星花园》的时候 她有好几集都是顶着痘痘拍戏的 而说到保养这事 大S之前上节目的时候 炫耀自己皮肤状态一直很好 甚至生了孩子之后也没什么变化 可是她早些年 又吐槽过艺人说自己不保养是谎话 言下之意 大家都在背后偷偷努力 小S结婚的时候 大S说如果徐亚军对自己妹妹不好 自己甚至会叫黑道打断她的腿 但现在一看 徐亚军几乎都在酒吧等地方安家了 也没见大S出来说过一句话 此外前不久大S一家 因为汪小飞的爆料陷入吸毒流言困扰 大S为了自证清白 表示生过孩子后有了癫痫 时不时会发病 然而 闺蜜吴佩慈出面帮她发声 意外透露大S根本不是生孩子的癫痫 而是生孩子之前就有德 自己还亲眼见证过 简而言之 大S苦心维持了这么多年的人设 随着一个又一个谎言被揭穿 外界这才真正意识到她有多么虚伪 当然 我们不知道大S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维持虚假人设又能为她带来多少受益 但至少 就现在的形势来看 一旦对她的看法出现了 那她的话恐怕很难再让人相信了